中秋节前夕位在七堵区六堵地区的基隆慈凤公 在庆祝主寺神明玉皇三公主娘诞成的同时 也特地遵循三公主娘的大爱 结合包括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等地方人士和姓众们 陪同慈凤公公主和主委副主委以及志工们 办理中秋爱心活动一起出钱出力做善事 分送白米面条以及洗衣巾等民生物资 给150户左右的弱势民众 受到一皇三公主娘的告诫 跟我们讲世上苦人多 世间世上苦人多 所以持奉公的各位师兄师姐们 大家都秉持人积己积 人逆己逆的精神 发挥大爱 秉持三公主娘的精神 然后来发放物资 祈求我们的社会大众 然后也是一同来发挥爱心 救助各贫困的家庭 最后 金融持奉公共在这边祈求全球 疫情能赶快远离 大家生活能步入正常 家居安康 尤其在中秋节前夕 利用我们师兄师姐 还有社会的企业爱心人士的 爱心物资来发放 民众前来领取中秋爱心活动的物资 也让大家倍感温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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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